一会儿 不管我做什么 都是为了你的安全 你得不理解 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苏写意 苏写意在这儿干什么 看这个样子 是跟丽泽良一起过来的 这下初初可要上头了 感谢观看 各位嘉宾 今天 其实是想借师博的酒会 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苏写意 苏小姐 苏小姐 刚才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如果让程恒生知道了 她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所以 你这是在关心我 还是又在试探我 苏显依 你是想自己承认呢 还是等我揭穿 承认什么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也很想弄清楚 非得让我揭穿 非得让我揭穿 对照片没有印象是吗 小栗子 不认识了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演 苏写业 你真的以为我查不出 你失忆的真假 你装失忆接近我 一定是以为整个欧曼 除了我没有人认识你了是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可惜啊苏写业 百密艺术 我父亲手底下有一个老员工 二十多年前 就和你父母是老相识的 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症 恐怕很难查出你苏写业 就是沈志鸿的女儿 好 很好 看来你都知道了 你一定以为 我就是害你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吧 所以你接近我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调查我 我当然要调查你 我问你 我爸爸死的那天 你到底在顶楼干了什么 你都看到了 所以你才装实意来接近我 怎么着 你怕我是凶手 怕我把你也扔下去 你倒是扔啊 正好 让我死之前 看看你的真面目 真面目是警察已经结案了 沈志鸿是自杀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所以我问你 你那天到底在顶楼干了什么 好 但是你知道吗 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答应了你的事情 怎么能食言呢 对了 怎么没有看见师伯呢 我爸爸有点事在楼上 等会儿就下来了 你好久久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你们先聊 我试陪一下 你最近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挺好的 没记错的话 苏小姐没有收邀吧 苏小姐没有收邀吧 我能坐在这儿 自然合理合法 你想干嘛 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 喝酒 品茶 看帅哥都可以 似乎与你无关吧 郭总好 你好 喂 刘总 郭总好 郭总好 哎 你们好啊 谢谢啊 你到了啊 你到了啊 等一下跟我一起 或是哥哥喝酒吧 喝一杯 楚楚说师伯还在楼上会客 走啊 不要紧 有的是时间 嗯 跟你说今天穿得不错 挺好看的 郭董 我在三楼备好茶点 跟你会往下工作 我有一些事情 一会聊 好的 进去吧 这里和云峰比 如何呀 那当然还是云峰好了 云峰可是块大蛋糕 在欧曼呢 有资格坐上那个位置 又还能让我信任的人 只有你 谢谢霍总的厚爱 最近啊 我又在市场上 收了一些散股 要储备一些新的资金了 云峰的酒水 一直是咱们的流动中心 手里非常稳定 近期的利润 不会达到指定的账目 那当然了 艺术品这块 也是会打飞的 我这次来就是来办这个事的 我已经跟品轩画廊的秦老板 约好了 明天下午三点钟 跟他见面 他到底在跟谁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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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董,我们还是幸福就会比较好。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找到 但应该就在楼里 各位 各位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各位 来参加我们横夜的酒会 在酒会开始之前呢 我要向我这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也就是我的女儿献上一份礼物 楚楚 我的女儿楚楚 因为工作的原因 出差了两个月 导致了我这个父亲 第一次错过了女儿的生日 所以今天我借此酒会 必须为我的宝贝女儿 把生日礼物给补上 好 麻烦二位 打开吧